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混混叫小东北 小东北 可能把片能竟能逗一点吗 在围满周婆混乱的社会中苟且偷生 依次小东北在警察局意外地得到了革命党人的衣服鞋子 小东北回家后割开鞋子 发现鞋子里藏着革命党的情统 于是信誠一剑要找革命党他合作把腾踩 革命党让小东北入国一起干 有没有想过这么这样做的朋友 制成之后给小东北好处 小东北见谦眼开不知死活的 加入了强日本人军款的计划 躲过了日本人的追杀 小东北随着革命党小部队一起进入了银行老板的家里 帮助革命党窃取情报 小东北时刻没有忘记自己小偷的职业道德 嘴里吃日本手里拿着 结果被银行老板的女儿倩倩抓了个现行 虽然都对彼此有不好的印象 但总算不打不相识 后来呢 小东北还在大街上救了倩倩 好人有好报 小东北因此得以在倩倩家窃取到重要情报 根据这份情报 革命党小分队结了运军款的车 倩倩作为银行会计被日本人安排在车上压管 他让我说出去 你再动我一枪 小东北以性命担保让倩倩死里逃生 不想倩倩却被日本军官大鸟审问 大鸟大打心里战术吓哭小姑娘 软妹子倩倩哪受不了这个 小青党瞬间崩溃 得到分城的小东北用金条交了房租 却不想这一下露出了马脚 房东把金条交关 日本人抓走了小东北的老爹 小东北这下懵了 他把道义救国全抛出脑后 为了救老爹 将救国小分队出卖给了大鸟 我那帮怎么改成错误 日本人下套骗了小分队 小分队在小东北老爹的帮助下 终于得以逃脱 逃跑过程中 小东北的老爹重难身亡 九死一生后的几个人 看在小东北老爹 为革命献身的份上 饶了小东北叛变一生 还给我 杀了的恶 是我最好的机会了 我干我的 你干你的 我要给我爹报仇 自杀计划中 小分队的人全被偷偷了 英勇就义 爹和小伙伴都死光了 小东北这下可急眼了 他升级了战斗装备 拉着一车化学药水 冲进日本人的银行 与大鸟一同乱斗之后 小东北打开车门 让化学药水 把金条全部腐蚀损毁 坚决贯彻落实了 宁为玉碎 不会瓦全的革命精神 成功地替老爹报了仇 也完成了 救国小分队的心愿 小东北呢 更是完成了 从一个小混混 到民族英雄的 高档刺逆戏 黄金大结案 出自著名导演 宁浩之手 有东北小伙 雷家音主演 其中不缺范美 黄博等明星的 友情助阵 本篇采用大量 东北语言对白 那干啥呢 抢劫的 咋的 都好 逗逼气质十足 又秉承了宁浩 一贯的黑色幽默风格 把革命这一严肃命题 整得老豆乐了 边看边笑 根本停不下来呀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吧了